接下來 這個題目也是問你剛剛以二氧化碳的敘述 誰是錯的 然後二氧化碳 無色無味無鏽病毒比空氣大 然後它分子這樣是4比28大 所以它病毒比空氣大 所以A是對的 二氧化碳通過澄清 所以水會產生白色混濁 白色沉澱 碳酸鈣沉澱 所以C也是對的 二氧化碳有一點會溶 有一點會溶 所以可以用排水機器把它收集 我們上次這樣教你的水珠也是對的 所以呢只有B是錯的 因為二氧化碳容易水是碳酸 酸性 酸性會是呈現紅色 所以呢我們答案選B 答案選B 一樣 關於二氧化碳敘迅速誰是錯的 關於二氧化碳敘迅速誰是錯的 黃柏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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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是不知道 站起來發呆 黃柏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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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要你背過的那個白色混濁是什麼東西? 我們還有女生嗎?有?謝偉甄? 蛤?C?你做? 所有要你背過的澄清水水檢驗二氧化碳會產生白色混濁、白色沉澱 那個白色沉澱是碳酸鈣 這是我要你背的 所以這三題也是有關於二氧化碳的性質 反正你就是把它蓋機的記下來 重點就是一些製造的方式啊還有一些檢驗的方法 OK? 有人有問題嗎? 沒有 很好